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跟新能源电动汽车有关的话题 为啥要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看这两天因为打仗啊 咱们那个汽油价格呀 是蹭蹭往上涨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标题 说我们的这个汽油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九元时代 就是说可能陆陆续续的这个汽油价 有可能要升到九块多了 原来的时候可能一箱油啊 也就加满的话需要两三百块钱 一般的汽车的这个油箱也就五十升吧 那么要是进入九元时代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以后加一箱油啊 就有可能会买一辆自行车 加满四箱油呢 就能够买一辆电动车了 这是我昨天看新闻的一个标题 这两天我还刷了几个搞笑的博主 他们出了段子 说现在这个汽车呀 已经很多家庭都不敢拿来 用于当这个交通工具了 都是把它放到车库里边 当成一个陈列柜了 成一些产品油盐啊 还有好久不穿的一些烂鞋子 还有人说呢 就是开着这个车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都不敢轻易的喊加满了 一旦轻易的喊加满了 就怕被某些这种 惊怀不轨的人呢 出门就会遇到他们打劫啊 这些现象其实都说明啊 这个因为汽油的价格呢 就是蹭蹭往上涨啊 是严重的加剧了 每个家庭的这种就生活开支吧 所以说呢 可能就这个现象啊 有可能会互进 你像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啊 他们的这个成交量 而且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说那个杭州的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交易量啊 比往年同期啊 已经增加了30%到40%了 我因为我不开汽油车吧 所以说这个油价的这个涨跌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 我又不是因为看到这个新闻上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都想不到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但是因为我看到啊 大家都感觉出来这个油价呀 在去加油的时候 有这个割入的这个肉疼的感觉 所以说可能会纷纷想到 要去买电动汽车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电动汽车如果买来以后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啊 你如果要是去买的话 你应该避免去踩哪些坑 那么我就以我已经驾驶了4年的啊 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一个经历吧 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先说一下啊 就是我这个车当时是在2018年10月份 就国庆期间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阶段刚负债嘛 发现身边没有啥很好的工作 就想着买个新能源电动汽车 去跑网约车来着 因为当时的时候 曾经坐网约车的时候 和一个网约车司机啊聊过天 他就说起来了 开这个新能源汽车 跑网约车呀 的确是赚钱 因为他这个 这个店的成本的确是很低啊 并且我当时问过他 他要好的话 一天能赚好几百啊 有的时候能赚五六百吧 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初衷 我是想拿他来赚钱的 可是呢 没有想到阴差阳错 我当时买的是 就是18年10月份 刚下线的那款奇瑞的 480啊 就是叫瑞虎480 但是呢 我买了以后我才发现 当时的时候我只知道网约车 它需要轴距 好像轴距是两米几 两米六还是多少啊 我买回来以后 我就比较尴尬了 发现那个网约车 就是滴滴打车里边啊 它系统里边找不到这款车 所以我注射不上 而当时我买那款车的时候 是首付了三万多嘛 其他的就是贷款 总这个车款的话是11万多 它当时的这个原车价 要差不多要十七八万吧 因为它不是这个 新能源电动汽车 有一块很大的补贴嘛 所以说呢 实际这个车的这个价格的话 是差不多是11万多 当时我买回来以后 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 很多的朋友也都笑话 我说你将近11万 你买个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 你是不是傻了 当时的确有很多人 就是说来笑话我 但是后来 在我使用那个过程当中 我的确感觉出来了 确实因为不去加油站以后呢 我每个月的这个使用成本 完完全全的降下来了 你如果让我总结一下 我开四年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我最大一个感受是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省钱 太省钱了 我原来的时候 在没有开这个车之前的时候 我是开一个汽油车 我那个时候 就是我正常上海班 然后我在市区里边来回往返 然后和我这个老家之间来回了往返 一天平均的话 能开五六十公里 有的时候甚至要开到一百公里左右 就我每个月的这个汽油钱 都是一两千的 但是呢 我从换了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以后呢 我每个月只需要在这个家里边充电 差不多支付三百多的一个电费就可以了 如果我要是说去一个相对远的地方 然后我不能在家里充电的话 我去这种就快速充电站啊 你像这种国家电网的这种充电站的话 那我可能这个费用的话 可能得需要五百左右吧 也就是说增加不了太多的一个使用成本 其实当时我出于想买这个车 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因为我当时听了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蓝牌车 以后再哪一年好像就不让下线了 以后肯定这个路上行驶这些车辆 慢慢的都会从蓝牌车 慢慢的过渡到绿牌车 而我这个人又是属于那种好奇心比较强的 我就喜欢新鲜感 所以当时我就也是考虑实际的一个需要嘛 我就买了 然后呢买回来以后 第一天的尴尬事情啊 就遇到了 就是我回去以后 我发现我们那个地方 小区里边 它不让随便安装这个充电桩 没法在家里插电啊 就是没法在家里实现 自己在家里边就是用家用电处去充电 因为现在家用电还是五毛多嘛 那你要是上那个国家电网 那种充电站去充的话 那都是一块多 就是价格正好涨了一倍 这种现象就特别是在一些这种 就是物业管理非常规范和严格的小区 它是绝对不会让你 然后从家里边顺个什么线出来去充电的 因为里边有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那么一些可能比较老旧的一些小区 它物业管理相对来说松一点 有可能还会让你从家里接个电线 然后出来去给这个汽车充电 当然让你在这个小区里边 安一个这种充电桩 那就它有一个简介的一个充电桩 当时是送的 随车送的 它就更不让你安装了 除非你是在农村 你自己家里的这个院里边 你随意安装 那个都无所谓了 开新端电动汽车遇到可能会 第二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 这个目前来说 国家电网的这个充电站 它并不是很普及 特别是在一些这种 经济不是很发达的一些这种曲线上 他们的这种充电桩会更少 而且你像刚开始我在四年之前 我买的时候 国家电网的那些充电站 还不像现在这么多 现在是好一点了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什么特来电 什么国家电网 虽然有很多地方有 但是你实际上 你按着那抖放地址 你抖过去的时候 它那个充电扇 它根本没有完全的建起来 它都是不能用的 有一次非常尴尬 我开着车 都已经到最后一个低电提醒了 我转了好几个地方 都没有找到充电站 这就是可能开电动汽车的 都有过的经历吧 也就是说 如果开电动 新动员电动汽车的话 你一定要有这个准备 就是我今天还有多少电 我大约能跑多少公里 你自己要有一个预判 要不然遇到半路上 没有这个充电站了 你就会非常的尴尬 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电动汽车 冬天溃电的问题 你像我这个车 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呢 可能有网友会问 说人家电动汽车 人家不是猜 五六万就能买到吗 它这个跟续航是有关系的 我这个电池的续航是 官方说是450公里 其实呢 我充满以后 满负荷是406公里 其实那都是虚的 你实际跑的话 也就能跑300多公里 就现在我的这个体验 而到冬天亏电更厉害 你像我曾经试过 406充满满格的一个状态下 我能跑100多公里 我是说的 不是说全跑完 在这个车一点电没有 是说到了最后一个电 可能它低电提醒了 就是能跑156吧 就是这是 我现在目前这个车的状态 就开了四年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 你像在很冷的地方 这个新动员电动汽车 它是推广不开的 因为它受这个气温的影响 是这个很关键的 有的时候 你像这个气温到了零下 十几度 那它这个车 它这个速度是加不起来的 它那个仪表盘上会出来 一个这种乌龟的一个图标 它就提示你 你只能是缓慢行驶 就是这个电池 受这个气温的影响 比较重 然后可能在南方 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热的地方 它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呢 就在那种就是可能 雨水比较多的地方 又容易一旦遇到这种红水 被浸泡了以后 这个电池就完全买完了 第四个问题 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 它这个保养费用相对来 还说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买新能源电动汽车 其实最主要的 最值钱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电池 然后我们买的时候 可能这个赛斯电 会告诉我们这个很多的用户 说这个电池 它是保修八年12万公里 但是你超过这个 八年12万公里以后 它就不保修了 那么整台车 你也是十几万的一个 就是家用的一个 大的一个设备了 那么如果一旦电池坏了 你如果不去 它这个正规的 那个赛斯电池保养 它出了问题 它就给你不保养 到时候你会搞得很尴尬 所以说 这个车呢 一直是在赛斯电池里边 就是按期保养的 如果这个保养技术缺一次 有可能它就会 以这个理由 不去给你保修这个电池了 到最后自己 还是搞得自己很被动 所以不要看着这个车 每次 每个月的使用费用很低 就是它这个成本 就是电的成本非常低 但是它保修的成本也不低 我每次去保养的话 就是如果要是不加机油的 一个情况下 可能两三百 每次加机油的一个情况下 有可能就得四五百 然后这是我们当地 算是一个三线城市吧 在一个4S店 而且目前来说 就是新农院电动汽车 它的这些有些品牌的 这种就是4S店 就是售后服务店 它并不是那么的多 你像我这个奇瑞 在资博现在目前没有 只能上宾州 也就是说这是跨区的 第五个问题 就是维修不方便了 就是因为目前来说 这种4S店的售后店 它不那么的普及 所以说呢 才出现这种问题 你看我保养的话 就只能是上跨区的 另外一个城市里边去保养 那么维修也是 只能跑到人家那个地方去 每次就得需要一百多公里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要买新农院电动汽车的话 一定要把这些问题 都全部都考察到 第六个问题 就是这个续航的限制了 你像我这个 刚才我也说了 我是40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但是呢 有很多的 这个车线目前来说 已经500多 甚至都一两千了 但是那些的话 续航公里比较大的那些车的话 他们的成本就会翻倍了 就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车的话 它就比较限制你出远程 你比如说 你这个电动汽车 你又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你像出去自驾游 去西藏玩 那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特别偏远的地区 你像这样的一些充电站 它就是建设的不是那么的普及 所以说这个充电 也会受一个很大的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买这个 新端电动汽车的话 你只能是考虑到 在自己的市区 长途 出来的话 还是不是很便利的 以上说了这么多 都是我在用了四年以后 我体验到的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我说这些东西 就是给很多的 想买新端电动汽车的一些用户 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你们以后的时候 就多去考察考察 多去想想 以免以后的时候 你们也遇到这样一些不便利吧 但是整体下来 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觉得 我的满意的这种感受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 这个车对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太便宜了 你像我 按照我之前的 那个出行的那个经历 我的一年的这个 光这个车的这个 就是汽油的使用成本 有可能就得需要一两万了 那四年下来的话 就是好几万啊 对不对 那这光使这个店呢 一年才给我 就是使个三五千的一个 这个店的一个成本 它能给我节省多少钱 给我节省了好几万呀 所以我认为哈 大家从这个就是 生活开支的这个角度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 口律一下 就是说把家里这个汽油车 换成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的 并且这毕竟是一个 大的一个方向嘛 而且确实是 如果要是开新能源电动汽车 去开网友车的话 它的成本比较低 你像我有一个同学 他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是因为负债 然后他就去买了一辆 新能源电动汽车 他那个车也是十几万吧 他自己全款买的 把他之前那个车卖掉 全款买了一个新能源电动汽车 他满负荷运营 一天好像是要跑十五六个小时吧 满负荷运营 一个月的这种电的成本 也就一千块钱 但是他每天就能赚六七百 可能是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能够让他还算是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收入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说 真的没有找到一些 很好的一些工作机会的话 你去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 一个网友车 这也是一个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吧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这些吧 希望能够对一些正在参考 想买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用户呢 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好 我们就说这些 我们下期见